那么今天的人心我们想想 我们用佛法来说 现在人心是什么心 佛法讲的五毒 三毒大家知道 贪嗔痴 佛门称为三毒烦恼 再加上两个 傲慢怀疑 这个怀疑是对吗 对圣教的怀疑 对祖宗的怀疑 对伦理道德的怀疑 对因果的怀疑 这个问题要严重了 怀疑这佛法带来的灾难是什么 是大地松散了 所以这地会沉下去 这地会陷下去 山会倒下来 这个原因是 是时日怀疑造成 那这个事情古时候以后太少了 在历史上记载不多 现在很多到处都看到 在中国在外国 那地突然陷下去 山崩下来 所以历史里什么图事流液了 这些名词在六十年前没听说过 都是最新新的名词 可见到现在这五毒 起作用的 也就是这五毒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 感应到外面 贪是水灾 贪明贪力 只要沾上贪子就水灾 成会是火灾 火山爆发 地球温度上升 它成会造成 欲吃是风灾 傲慢是敌对 这傲慢不平 怀疑是大地松散 对我们个人来讲呢 民意能力逐渐射掉了 信心是最坚强的民意能力 人要丧失了 这个信心 很容易感染这个冰云 叫五毒 现在心里都是五毒